看題目 例題3 光滑水平面上 池量5公斤 瘦力10牛頓加速多少 這叫做直接帶 叫做直接帶公式 直接算 公式叫做F等MA 要求A要有F要有M 所以有沒有F 有10牛頓 有沒有M有5公斤 就往裡面塞 塞進去 就可以算出來 加速度叫2 要直接帶公式 直接帶公式就可以求出來 就是會考會考的類型 像這樣 OK 於是乎 停車 戰界問 20牛頓的淨力 就是合力 使用在5公斤的物體上 加速度 我現在要找誰 我現在要找男生還女生 女生 你看小女生 來 可愛小女生 12號 盧小姐是 盧小姐你總該會吧 B 你說B嗎 請坐 我講過 我講過這個就是直接帶公式算嘛 公式叫做F等於MA嘛 有F有M就求A嘛 把它帶進去就好了嘛 20牛頓5公斤然後不知道的質量 數學計算師就知道答案叫4嘛 小事情 簡單小問題 這個 就是位之數不一樣嘛 剛才是有力有質量求加速度嘛 現在是有質量有加速度求受力 只是位之數的位置不一樣 寫的公式是一樣的 算法基本上一樣 停車戰界問這多少 多少 要找可愛大帥哥 帥哥呢 小老師大人 閃閃 你為什麼要看人家的你自己手上講也沒有講義喔 當然有啊 看他在幹嘛 看他在幹嘛 看講義 你說多少 40嗎 40 請坐 說過了 這就叫做最簡單最基本的計算題 直接帶公式不轉彎 沒有什麼特別 寫下公式 F等於MA 要求F要知道M要知道A 題目有M10公斤有A是4 所以就往裡面塞 然後簡單的乘法 就告訴我叫做40 這個單位叫做牛頓 所以答案叫做40牛頓 解決了 就是簡單小問題 要直接帶公式 就把它求出來 也就是會考現在有考的提醒 希望你這個非常簡單 應該大家都會做 沒有什麼問題 OK嗎 OK